祖国的花朵,最帅的芒果 大家好,我这是帅芒果 今天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真的很可怕 究竟是什么事呢 没钱吃饭了,好饿呀 今天注定是个卖胜碎干的日子 第五人格上架了两个大礼包 新监管约瑟夫的金皮和挂件 慈善家的紫皮和挂件 哼,可以,约瑟夫的竟然要328块 看到这个我就后悔死了 昨天不应该这么冲动 把328块钱拿去抽金花的 唉,算了 反正我也不怎么玩监管的 那么约瑟夫我就不买了 其实是因为我没钱 好吧 看一下这个慈善家的紫皮 这个叫做领头羊 不知道这个名字意义何在 不过这个慈善家看起来确实很有钱 不然的话怎么做慈善呢 满身的金链和珠宝 不多说了 买了买了 188块 188块什么概念呢 可以吃10个沙尔饭快餐了 唉,好饿了 好吧 去资历给大家展示一下特效 买不买呢 就看你们的钱包肥不肥了 这个就是慈善家的新皮肤领头羊 一个紫皮 其实造型来说也没有好看到哪去吧 不过浑身散发着 土豪的气息有没有 满身的金光闪闪的 后面那个钱袋 金币 然后头上的还有一个什么鬼东西 也是有金光的 连手电筒都是黄金做的 哇 你看 跑起来的特效 有金光闪闪的流光效果 看到没 就好像你一边跑一边撒金币一样 快来捡钱了 我撒金币了 好吧 再来看一下这个手电筒的特效 买了这个新的挂件之后呢 手电筒的颜色也改变了 变成金光闪闪的 就是后面那个钱袋 这个新的挂件 有改变了手电筒的特效效果 之前很多人都喜欢那个牌位的奖励 那个五彩手电筒是吧 那个比较好看 但是这个金光出来之后呢 感觉也是不错的特效 金光手电筒 照下这个监管的眼睛 亮下监管的眼睛 手电筒 然后呢 还有一个效果 就是要被监管捶了之后 吊起来的时候呢 也会撒金币的 那就去找一下这个人机监管 然后被他捶倒之后 看一看这个 撒金光的效果是什么情况 来吧 人机监管 我要亮下你的眼睛 怎么说 虽然现在手电筒 好像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牛皮了 但是呢 这个特效还是不错啊 好吧 让他 捶 然后让他吊起来 看一看那个 撒金币的特效 是什么情况 诶金币 哇 还真的有啊 在后面那个小钱袋里面 金币都撒出来了 啊 我的钱呀 好吧 这个慈善家的紫皮 还有挂件呢 大概就是这个特效了 相对于 之前空军的那款 从楼遗恨 还有什么 红蝶的那款皮肤 挂件那款皮肤的特效来说呢 这个慈善家的紫皮特效 做的还是比较足的吧 还是比较好的 而且很多人都喜欢 皮皮扇这个角色 特别是打牌位的时候啊 这个角色出场率特别高 所以这款皮肤呢 应该是很多人会去买它的 好吧 今天就展示到这里了 那我的188块钱 接上昨天的328块钱 哇 我的500块钱又没了 啊 好吧 好吧 我去吃土了 有点饿了 明天会出一些实况的视频吧 那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